建車客服24小時輪班 儘管需要大批人力 不過車隊近來申請產業替代役 要找的不是接線生 也不是開車的司機 而是 建設APP功能越來越多元 除了能夠看轎車抵達時間 還有信用卡付費 為了拼數位化服務 現在要找研發替代役 來加入研發 伺服器機房裡100多組主機 雖然設備充足 卻缺人才來管理 眼看APP轎車成為趨勢 車隊申請替代役難 鎖定資工資管相關科系的 軟體研發人員 要做APP開發伺服器管理 大數據分析等等 達出月薪40到50K 跌破外界眼鏡 但對於不少企業申請的替代役 扣掉保險費後 實領只有19K 車隊業者也坦言 這樣的低薪根本不是要找人才 如果他有能力的 這19K是委屈他們 也找不到好的人才 申請替難來補足人力缺口 原來大有原因 因為第一年政府單位補助的月薪 加保險費共2萬2700元 企業可以省下一筆開銷 加上替代役的疫期 分別為三年和一年半 能降低流動率 一般都會簽三年 有相對的穩定性 那軟體開發 它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投入 比較不會有銜接上的問題 內政部力推的產業替代役 到底是要一難提早被培訓 成為管理幹部 還是淪為廉價勞工 軍中募兵制 爭不到人 還要將替代役 送給企業補人力 其中要如何拿捏 恐怕也考驗 小營政府的執行能力 記者黃明君李文柯台北報導